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犯心结了 成平小心翼翼地说 你想啊 你知道的事儿 虽然是你的事儿 跟我无关的 他的话音才落 一旁的半琴听不下去了 急声喊道 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就答应下来怎么了 顺着说句话那么难吗 可是 可是 君子怎么能胡乱许诺 一旁有人冲过来 抬手给了他后脑一巴掌 曹管事瞪眼 低声喝道 君子你个头 看风水的生意还要不要做了 成平无奈地点点头 他对成娇娘说道 好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一定努力变得更好更强 成娇娘跪地俯身 谢谢 大人 谢谢 谢谢 你一定要变得强 您要我做什么 我都能去做 要钱 我把钱给你 所有的钱 要多少 我去挣 果然是疯了 好 好 我知道了 这个以后再说 你先起来 你先回去 回去后再说 成平牵强地笑着说 一面伸手示意 成娇娘点点头 郑重地说 嗯 是 半秦小心地搀扶起车胶苗 曹管事跟随从 喝退围观的人 在街道上走开 成平和小伙计都同时舒了口气 甩了把汗 小伙计说 原来是疯子呀 成平摇了摇头 心有余悸 疯子也是个厉害的疯子 她说着 一面看着拥有人群里的那女子的背影 成娇娘几步之后就不用扮擎扶 自己慢慢地目不斜视 神情目然地走下去 身后人群的喧哗说笑 指指点点还在继续 人人都在笑疯子说荒唐 没人知道 这一行 心酸泪颠狂苦 是多么的真实 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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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里的南城变得更加热闹起来 孩童们在巷子里跑过 妇人们也纷纷探身出来 成娘子回来了 真的吗 终于回来了 大家交头接耳 说笑不断 目光都看向那边的大宅院 相比于外边的热闹 在院里很安静 曹管师将来拜访的成绩等人 客气地来下 他低声说道 累了 休息一下 改日再见吧 那是自然 风尘仆仆地归来 是该好好休息一下 他们自然也是知道的 但该有的礼节 还是要有的 成绩等人笑着点头 他又指着身后几个妇人说 曹管师 你没有天职丫头 烧水做饭 不如让他们来帮忙 几个妇人蒙上前 曹管师再次拒绝了 不用 不用 你们知道我家娘子的规矩的 我就说你们不用去的 那娘子才不会用咱们当使唤人 要是去了 也只会当客人供起来 巷子里 上一次跟成娇娘有幸出游相伴的妇人 哈哈笑道 看着带着几分遗憾转回去的人们 哎呦 哎 说起来跟着这娘子出去这一趟 这辈子都不算白活了 那吃的喝的住的 哈哈哈哈 虽然已经听过很多遍了 但大家还是不自觉的停下脚再听一遍 每个人听的时候都会带入自己 这娘子会这样对待这两个妇人 那必然也会这样对待她们 想着这世上有这样一个小娘子如此的善待她们 每每想起来都觉得暖意浓浓 春兰将造火山的亢望 炉子上的砂锅里咕嘟嘟的冒泡 半琴从外面进来 说道 不用万火了 万火蹲着就行了 春兰忙放下扇子 带着几分扇扇 半琴姐姐 她喊了声 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丫头 我和娘子在这里钓鱼啊 你突然跑出来才吓人呢 我有个方子 去能救四公子的命 耳边 回荡着四远四近的声音 怎么发呆了 半琴笑着 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 多谢半琴姐姐 照顾我弟弟 春兰回过神 去身失礼说 半琴笑着也去身失礼 倒要谢谢你 那时候关照我家娘子 春兰善善地笑了 我当不起 本是姐姐你先帮了我 要不是你 四公子早就没命了 半琴摇头说 我家娘子说 举手之劳和之恩图报 不是人人都会做的 所以遇到了要珍惜要感谢 金阁从门外探头说道 喂 你们两个在玩什么 别收红了饭 两个相对失礼的丫头 对视一眼都笑了 娘子起了 是 曹冠师的声音从外边传来 半琴忙硬生事 和春兰一起盛了饭菜 摆好食盒 捧着向那样而去 暮色沉沉 院中灯笼点起 正堂的屋门 慢慢地被拉开 呈现其中端坐的女子 初夏时候 京城的天气还是很老 披着大斗篷的静安郡王 在太后宫前 听到其内的笑声时 转身是要走的 却被内侍叫住了 内侍笑眉眉地说 殿下 娘娘请你进去呢 静安郡王 只得迈步进去 大殿里 暖意浓浓 香气袭人 在座的 在座的除了太后 还有贵妃和几个妃嫔 并有一个陌生的小娘子 见到静安郡王 见到静安郡王进来 他将头低下去 静安郡王失礼说道 我是来和娘娘 套上次吃的香饮子 六哥很喜欢 太后笑着 示意他坐下 静安郡王迟疑说道 六哥 那边离不开人 魏郎 你坐下 太后 与待坚持 静安郡王 指得失礼坐下 太后指着他 对其他妃嫔说 瞧瞧 瘦成什么样了 妃嫔们都看过来 那个坐在贵妃身后的 小娘子 也跟着抬头 飞快地看了一眼 便又低下头 静安郡王伸手 摸了摸自己的脸 笑道 哪有手 这就展开了 娘娘不觉得 我更英俊了吗 这话逗得大家都笑起来 那低着头的小娘子 也抬起袖子掩嘴 太后笑道 行了 知道你长得好 哀家说真的 他是他 你是哥哥 他是弟弟 你爱护他 不一定要亲力亲为 奴婢们 有奴婢的本分 你也有你的本分 尾狼 难道 你能守着他 一辈子吗 我当然 要守他一辈子 娘娘娘 别的我不求 我不求爵位 只求能让我留在京城 娘娘 别赶我走 他说这话 嗓声音有些 有些沙哑 不走 不走 没人赶你走 太后立刻说 一面拍着他的胳膊 哀家是说 你不能忘了你自己 只顾着他 也该对自己好一点 静安郡王这才松口气 对太后失礼 扬起笑脸 太后称怪的 伸手点了点她 她笑着 对妃嫔妹说 这孩子 心眼直 真准了 就一根筋 小时候 跟着哀家 哀家身子不好了 让她分工出去住 你看 她哭得要死要活的 殿下是重感情的人 这样才能得 贵妃笑着 一面有意无意的 看了眼身后的小娘子 想到什么 笑着伸手 真是失礼了 阿云 怎么还没见过陛下 那小娘子 略带几分忐忑 坐直身子 后退两拨 冲净安郡王大礼 无视 见过殿下 她声音轻柔 贵妃笑着 对静安郡王说 这是朱妃的小侄女 跟随母亲来京城 朱妃特意叫起来 见见 静安郡王点头还礼 重新归座 似是不经意的 抬袖子 遮掩着咳嗽一声 归座在门边的 一个内室 起身出去了 贵妃笑着 接着说朱妃的话题 赎惠公主 在朱妃那里 高兴得很 小公主也喜欢 两个人 晚上都睡在一起呢 嗯 还是孩子们 多一些热闹 另一个妃嫔 凑巨岛 静安郡王 便起身告退 贵妃笑着说 殿下 你要的那个香饮子 在朱妃那里 劳烦殿下 自己去拿吧 他说着 一面看着身边的 吴小娘子 顺便 把阿云小娘子 送回朱妃那里 吴小娘子文言 有些紧张 头垂得更低了 他地上说 不敢劳烦殿下 净安郡王笑了 一面起身 这劳烦什么 快去吧 贵妃对吴小娘子说 是 吴小娘子应声是 失礼告退 站起身来 待净安郡王迈步 便跌头 小步跟随 看着这少年男女 而去 店内的妃嫔们 交换个眼神 低声笑起来 贵妃低声笑道 怎么样 也算是 郎才女貌吧 嗯 朱家的人 教养 自然是不差的 唉 你说得对 不能耽误尾狼了 再这样下去 他就要飞了 鸟鸟 您也别太担心了 成了家 有人照顾他 和他贴心提及的 就好了 这样 他能照顾亲王 也有人照顾他 探后点点头 露出几分笑意 嗯 是该如此 殿内的说话 走在外边的 静安郡王 并没有听到 他回头 问五小娘子 五小娘子 似乎没料到 他会主动 和自己说话 而且 开口 就是问年纪 不由 有几分紧张 他低着头说 到了三月 就满十六了 哦 那你 个头不小 静安郡王点点头 回头看他 笑了 女子 以体态 奇长优美为装 五小娘子 脸红着 将头低的 更低了 静安郡王 带了几分好奇 接着问 猪娘娘家 是宁州的 你也是住在那里吗 五小娘子 点点头 大着胆子 抬头看他 嗯 是 他说着 日光下 少年人的侧脸 让人炫目 他不由 脚步一软 静安郡王 盲身手服 你没事吧 被少年人的手 扶住胳膊 五小娘子的心 都快跳出来了 一时都僵住了 静安郡王 扶了一下 就退开了 笑道 您别紧张 宫里 也没什么可怕的 娘娘 都是很随和的 正说着话 身后 有脚步声传来 伴着孩童的喊叫 宫里 怎么会有人 这样大喊大叫 五小娘子 回头看去 之前 一个矮胖滚滚的人 扑了过来 瞪着眼 咧着嘴 流着口水 简直 如同正月 灯会上 戴着的鬼奴面具 啊 啊 五小娘子 尖叫出声 伸手就打 一面向后躲去 一只手 抓住了他的胳膊 挡住了他 静安郡王的声音 从头上传来 没事没事 你别怕 他不懂事 吓到你了 我只手带他走 手腕上 还残留以温 人影从眼前消失 日光倾泻下来 刺得他睁不开眼 带回过神 眼前的鬼奴 还有少年人 都不见了 五小娘子 正正站在原地 恍若梦境 太后将手中的金盏 重重地放下 发出的惊响 让面前的贵妃和诸妃 微微一抖 太后慢慢地说道 让太医看看 别受了什么惊吓 没有没有 娘娘 阿云她没事的 只是太突然了 她以为 别人和她闹着玩呢 朱妃忙说 太后看着她 淡淡地说 不是闹着玩 亲王 还是真打她呀 贵妃瞪了朱妃一眼 她迟疑一下 说道 嗯 娘娘 这也是意外嘛 谁想 亲王突然跑出来 突然 你是说 这是君王安排的 是君王 故意吓她的 太后看了她一眼 不带贵妃说话 就看一旁的内饰 说 我 不带贵妃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